在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下 收入受影响的人士可以从6月3号起 申请一次性的冠病疫情复苏临时补贴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早发表文告说 从5月16号到6月30号之间 被雇主要求拿至少一个月无薪假的人士 可获最多700元补贴 在至少一个月内面对收入减少一半的人士 则可申请最多500元的补贴 申请者不能够同时领取其他的相关补贴 以领取冠病疫情司机援助基金补贴的司机 也不能申请冠病疫情复苏临时补贴 不过条件的国人可以从6月3号起到以下网站 或者是社会服务中心办理申请 截止日期是7月2号